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给点提示 开始谜语了 这里说的神秘嘉宾呢 那个角色他经常来去无踪 但总会在关键的时候出现 而且呢他作为一位见识广博之人 他总喜欢对角色们发表一些 有点尖锐的评论 我知道了 那该不会是戴音斯雷布吧 呦 包包的反应很快吧 孙燕老师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包包和录音 各位旅行者们大家好 我是戴音斯雷布的配音演员孙燕 大家好 好 我可是知道的 只要戴音出现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大事发生了 我可没有说过这种话哦 知不知道这次我来是做什么的 我为你们两位带来了一封邀请函 希望你们先行前往一处新发现的神奇秘境 在那个地方呢 会有另外两位同伴等待你们一同揭开 这秘境背后的秘密哦 感觉在看十字杂谈 孙老师变得像NPC一样 无情的任务派发机器 哪有啊 好 在这里呢我保证啊 这一场冒险绝对不会让你们两个失望的 好的 敬请期待吧 好的 旅行者 太蒙 你们愿意 来玩主影猎人审判之时吗 此次的剧本是参考主影猎人的历史改变而成 诸位将亲自扮演那个时代的主影猎人 解决在王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我的许多习惯都承袭自主影猎人的传统 他们对抗的是邪恶魔物 而我对抗的则是不法凶徒 因为握紧长剑之时 我代表的是封担的律法与规则 封担 上头 你的自证时刻 魔女小姐说过 故事书的每一页都是一段现在 像这样神秘又庞大的场所 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吧 所以 我会和你一起探索 和你一起把握住胜利的希望 先手为赢 抱歉 你挡路了 我不是质疑你在战斗方面的实力 但你们的危险 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 不舒服要随时叫我哟 吹胖胖 别紧张 放松 那可能是全封滩人都患有的一种怪兵 但是 他们根本不信任我 是人类还是美露心 有那么重要吗 我相信师父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失踪 他一定是有自己要做的事 在新的世界 他们告别蒙尘的太阳 终于不再思考那些苦难 不必再甄别关于亵渎的概念 以此为大家 灵魂变得纯净而透明 这人的持剑方式 他是一位真正的猪影猎人 你也用了那种腰水 所以才得到了人类的外貌吧 躲住如此之打 禁不住诱惑而踏入陷阱的 应该是我才对吧 终有一天 我会向他们所有人复仇 如此一来 大英寺雷布大人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命运的直击 已经完成了 旅行者 你会认为 你的血清背叛了你吗 哈喽 亲爱的旅行者们欢迎回来 又见面了 大家好 大家好 说得好像我们离开了很久一样 我们身边出现了两位新的嘉宾 你们好 你们好 要不然你们也先和各位旅行者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西德文的配音演员赵爽 旅行者们好 我是科洛琳德的配音演员赵寒宇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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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刚才孙岩老师说的秘境就是这里啊 感觉这里的场景确实挺特别的 是 有种话剧的感觉 说起来 两位老师都是第一次做客前站节目 那刚才应该也都看完了新版本PV嘛 有什么想要先跟大家睿评的吗 帅眼 上回就到了 发表感言的环节了嘛 我好紧张啊 没关系没关系 我第一次也紧张 现在已经啊 开白了是不是 来点 白 看不是吧 好啊 不过 刚才PV里西格文的技能表现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美洛琴都是好可爱啊 好可爱 而且其他的画面看起来也有很多悬念 总之就是非常期待后期的发展了 确实确实 梅洛彼得堡护士长的温柔可爱 绝对是海上海下都知道的事 那韩宇老师呢有什么想睿评的吗 我也感觉信息量好大 嗯 其实配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看不到游戏画面的 嗯 现在看下来感觉克洛琳德在我心里的形象 比配音的时候要更加丰满了 另外我也了解过一些原神的剧情啊 这次主角的戏份比我想象的要更多 哎 这是可以说的吗 确实确实 这个前瞻就是要说这个的 非常期待啊 这次前瞻中的介绍 嗯 好的好的 谢谢两位老师 不过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位神秘嘉宾 你们到场啊 先先继续 斯大夫说了会让孙燕老师在关键的时候出场 我们继续 关键的男人 嗯 好的没问题 那我们先进入第一个环节吧 哦 挑战来了 做好准备集结队伍 是说让我们召集同伴的意思吗 是不是想通过这个特别的秘境我们需要一些助力 就是 比如一位厉害的决斗代理人 以及一位可爱的护士长 哦 懂了 那么就是要到介绍角色的环节了 是这个意思 快快快 等不及了等不及了 好 那么事不宜迟啊 我们就来先一步了解一下这位封丹最强的决斗代理人 克洛琳德吧 决斗代理人是我的职业 我怎么想并不重要 因为握紧常见之时 我代表的是封丹的律法与规则 预备 动静恶念 决灭鬼影 不难看出啊 克洛琳德的确无愧于封丹最强决斗代理人的名号 就他的动作很干净利落很帅 是 你看他那个挥剑的时候 啪啪啪一下的 我感觉肯定受过专家指点 确实 克洛琳德身为决斗代理人好像还从来没有输过吧 怪不得那些整天声称自己才是正义一方的人 一听到负责代理决斗的对手是克洛琳德 都会停止一切的争吵 怕他那也是应该的 确实 大家都说的没错 这位决斗代理人的强大的确有着一段渊源 准确来说他是封丹主影猎人的传承者 我记得有一套剩余物就叫做主影猎人 里面介绍了一些他们过去的故事 总而言之呢 这是一个隐藏于阴影中 击败各种魔物维护正义的团体 对吧 是的 主影猎人的历史其实相当悠久 对于现如今的封丹人来说 主影猎人大概只是某部小说 或者是某部戏剧中会出现的传说人物 而对克洛琳德来说 主影猎人却是在记忆中真实存在的传承 如果有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旅行者 届时可以前往克洛琳德的传说任务 了解更多关于主影猎人的信息哦 克洛琳德作为持有雷元素神之眼的单手剑角色 会同时使用手中的剑与冲枪向敌人发起攻击 他的普通攻击会发动之多五段的连续剑击造成物理伤害 而重击时则会掏出冲枪向前方扇形区域进行一次压制射击 好牛 嗯很牛 说起来克洛琳德还有一个坚持了很久的习惯 在每次决斗前他都会清洗擦拭自己的武器 是在做什么给自己祝福的仪式吗 嗯 伟大的前辈们请保佑我赢得胜利 这种啊 啊 并没有想的那么夸张了 哦 不过这个仪式的确会让克洛琳德更加专注于眼前的对手 嗯 而接下来要介绍的元素战技 授夜之巡 其实就是这种专注精神的体现 在面对敌人时 克洛琳德将使用元素战技 进入枪剑结合作战的夜巡状态 在此状态下 克洛琳德可以进行两种特殊攻击 普通攻击将转为进行冲枪射击持练 元素战技也将会转为进行突进剑击的冠叶 哦 看到克洛琳德释放元素战技进行战斗的时候 身上还会增加生命之气 这是有什么效果吗 嗯 观察的很仔细 刚才提到的冲枪射击持练 将会增加克洛琳德的生命之气 而突进剑击冠叶 将会清除克洛琳德的生命之气 我懂了 左手累债右手还清 对不对 太对了很会理解啊 这么理解也挺有趣的 此外啊 克洛琳德的上述两种攻击方式 也会根据当前生命之气的总量 发挥不同的效果 当生命之气较低时 冲枪射击持练将具有贯穿效果 并造成更高的伤害 当生命之气较高时 突进剑击冠叶将具有更大的攻击范围 和更高的伤害 哦 我也懂了 所以克洛琳德的打法就是 使用冲枪给自身累积生命之气 在生命之气较高时 再使用剑击消除生命之气 这样他的两种攻击方式 都会获得最高的收益 是吧 没错没错 当然也不要忘了 克洛琳德有一个很特殊的天赋 当他处于元素战技的夜巡状态下时 除突进剑击冠叶以外的治疗效果将不会生效 并转而为他赋予生命之气 因为这个独特天赋的存在 各种治疗手段也会影响克洛琳德技能的使用节奏 旅行者们可以借此尝试演化出多种不同的战术搭配 除了要对付决斗中的对手 克洛琳德也没有忘记主隐猎人这个身份的意义 释放元素爆发 残光将终 克洛琳德将唤醒主隐猎人的传承 施展出以凡人之躯对抗非人之物的古老技艺 用极快的速度闪身截击敌人 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 并获得基于自身生命值上限的生命之气 真的好强好酷啊 好牛啊 对 但是这种对抗非人之物的技艺 用在人类对手身上 真的没有问题吗 对克洛琳德而言 这种事情 只要稍微控制战斗时的力道 就可以解决了 原来是这么解决 好强好强 牛 解锁固有天赋 破叶的明艳 克洛琳德可以敏锐捕捉来自伙伴的助力 当队伍中附近的角色 触发雷元素相关反应时 克洛琳德将基于自身攻击力 提升普通攻击造成的雷元素伤害 与元素爆发伤害 克洛琳德另一个固有天赋 气凌的惆怅 则可以使它根据生命之气的变动 增加自身的暴击率 此外 处于元素战绩的夜巡状态下时 治疗恢复量转化为生命之气的比例也将增加 最后 作为一名熟悉封丹全境的决斗代理人 克洛琳德还能在小地图上显示封丹区域特产的位置 好好好 特产 我的摩拉和经验术已经准备好了 版本更新之后 就请克洛琳德带我到大世界寻找宝藏 清扫魔物维护正义吧 好耶 好 克洛琳德工作的时候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 但是我很好奇 这样严肃的人 私底下会不会也有一些小爱好呀 你看像西哥文送他化妆品的时候 他也会认真地收下并且回礼 真不愧是克洛琳德的好朋友 非常了解他 克洛琳德在业余生活中 非常热衷一种叫做桌上剧团的娱乐活动 4.7版本更新后 在克洛琳德的传说任务《迅捷剑之章》里 除了了解主影猎人的故事之外 旅行者还会被克洛琳德邀请参加一场 特别的桌上剧团游戏哦 哦 桌上剧团 会是什么玩法啊 好期待 嗯 好了 刚才我们帅气的克洛琳德 这首歌已经介绍结束了 嗯 还有另一位用枪的女孩子没有介绍呢 我现在就要看到可爱的美露心 泡泡枪也算枪是吧 别着急嘛 席各位来喽 保养身体很重要 同样不能忽视的 是保养好自己的内心 别动用 准备主 即刻注射 啊 西可温的泡泡枪能吹这么大的泡泡啊 好好玩啊看起来 原宝快吹周边想玩 哇 我也想要 对了 除了那个泡泡枪 它还会用那个巨大的注射器 对对对对 我已经开始逐渐理解哪位莱特了 啊 我也想被大大的注射器治疗 太难了 请你冷静一点 不要这样想啊 当然 西可温作为梅罗彼得堡的护士长 他最希望的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 在他看来 爱护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梅罗彼得堡里 他也常常会遇到一些强打起精神 继续在生产区工作的人 除了要偷偷给他们加餐之外 西可温也会发自内心的希望 他们可以好好休息 没错没错 说的是对的 特许圈是永远这么晚的 但是身体是自己的 就是就是 太可爱了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这位温柔细心又可爱的护士长吧 好 西可温是水元素神之炎的持有者 他的普通攻击将进行 至多三段的连续攻击 后两段攻击时 会抛出小药丸 砸向对手 太可爱了 西可温护士能不能给我服药 谢谢 然后他的重击则会进行瞄准射击 值得一提的是 在瞄准射击的蓄力完成之后 西可温还会通过武器 发射缓慢移动的小小关心气泡 对命中目标造成水元素伤害 感觉一些探索和解明应该会方便一些 而且这个炮炮命中以后的效果 会持续这么久啊 好好看 好看吧 好萌 释放元素战绩弹跳水疗法 西可温就会用特制的炮炮枪 吹出一个大大的机遇水球 水球会在地上弹跳数次 对碰到的敌人造成伤害 并恢复除西可温之外 队伍中其余角色的生命值 在水球消失的时候 还会根据西可温的生命值上限 为他自己恢复生命值 就像吹泡泡一样 这个水球还会随着西可温蓄力的时间增加 而变得更大 在释放之后 又会随着弹跳的次数逐渐变小 泡泡越大 造成的伤害和治疗量就会越高 还有如果较大的泡泡命中较弱的敌人 就会像这样啪的一下把敌人包在泡泡里面 好可爱好神奇哦 明白了 对能够困住敌人 感觉和那个水史莱姆产生的泡泡效果差不多 吹出机遇水球之后 西可温身旁还出现了两个原水之堤 这次我也留意看了 西可温碰到他们的时候 还会增加生命之气 所以它是有什么作用啊 我来解释一下 作为医护人员 西可温自然懂得如何利用各种条件 比如释放元素战技 会生成若干个原水之堤吗 拾取原水之堤后 西可温会为自己赋予生命之气 但是清除生命之气后 西可温可以根据清除的生命之气总量 为自己恢复一定的元素能量 哇 那看来西可温对自己的治疗 能够对冲拾取原水之堤 带来的生命之气 而且还会有恢复能量的效果 是啊是啊 对西可温而言 生命之气也可以视为一种有利条件 解锁天赋 细致入微的诊疗之后 西可温还将根据队伍中所有角色 当前生命之气的总量 提升自己的治疗量 这就是美六星眼中的生命之气嘛 还挺不一样的 嗯 而释放元素爆发之后 西可温除了会使用 梅罗比德堡特制的注射器 向前方敌人冲击 持续造成水元素伤害之外 还会吸收附近的元水之地 哦 就连战斗也好像是在给对手做治疗啊 解除病人的痛苦 变得更加健康 是的 没错 西可温希望每一位患者 都可以得到好好的休息 当解锁固有天赋 应有适当的休息之后 西可温释放元素战技之后 还会产生半强制静氧效果 获得水元素伤害加成 和数层静氧技术 当队伍后台的角色使用元素战技造成伤害时 西可温可以消耗静氧技术 提升此次元素战技的伤害 作为生来就与水很亲和的一只美露心 西可温当然也不会忘记 照顾在水中的伙伴 在水下时 当同伴的安全受到威胁 西可温将会利用自己的天赋 即兴计量 以降低同伴的所有元素抗性 与物理抗性为代价 在一定时间内为同伴进行应急治疗 持续恢复同伴的生命值 感觉可以说是无微不治了 谢谢西可温护士长 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问各位 你们知道西可温和其他的美露心相比 有什么区别吗 有什么区别 是是他在梅洛比特宝工作 也是一种区别 我觉得是会医术 因为感觉好像还没有看到过其他的美露心为人类治病 是 其他美露心也没有像西可温一样 有那么亲近风担的人们 那我觉得可能是外貌和爱好吧 对 因为如果不看他的尾巴和脚 感觉和人类孩童没有太多区别 而且他还很暧昧 除了自己会护肤外 还会给风担致命美妆杂志共稿 此处我应该有广告位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对 这样一看西可温身上似乎有很多和其他美露心不同的地方哈 是不是感觉又熟悉又陌生 在传说任务海经之章中 旅行者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位可爱的美露心背后的故事啦 好好好 提到传说任务 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一个版本 就是在赛诺传说任务中出场的那个神秘少年 他还和赛诺一起争夺赫马努比斯的继承权来着 我记得是赛索斯吧 有印象的 难道他也要来加入我们的冒险队伍了 他最近走出沙漠想要到各种地方走走看看 这次他也来到了这里 过度思考为什么很容易三牛小肩 不如放过自己 各退一步如何 阿赫马尔的怡戎 阿赫马尔的怡戎 说起来我一直以为赛索斯会是使用长枪的角色 没想到是弓箭 是 作为一名沙漠人 赛索斯不仅传承到了力量与知识 还有精妙的剑术 此外呢热爱徒步旅行的赛索斯素来方向感极佳 从沙漠到雨林 他对道路与路边误产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嗯也就是说赛索斯在队伍中时 可以在小地图上显示周围的虚迷区域特产的位置 对 其实我有一些好奇啊 在我的理解里 像这样一位长期生活在荒芜人烟的沙漠里 还背负着某种古老传承的人 总感觉会变得内向忧郁或者是高傲好战 但看起来赛索斯好像两者都不是 的确 就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赛索斯的性格的话 可能还是开朗吧 作为神秘组织接墨汁殿的传承者 他比沙漠里的其他人得到了更多教育的机会 他所肩负的责任也让他更愿意了解更多的人和事 所以他在看待事情的时候还挺豁达和乐观的 感觉就是性格特别特别特别好的那种人 也很能和身边的人聊到一起去 明白了 你是在说他还挺自来熟的是吧 你这么说也没错 毕竟作为和年轻的大风机关赛诺年龄相仿的同辈人 像在虚密城里交朋友 在教令院里访学 在大巴扎闲逛 这种丰富多样的生活 才是更对赛索斯胃口的事情 说了这么多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赛索斯在战斗中的表现吧 好 赛索斯拥有一种特殊的二段蓄力瞄准射击 二段蓄力完成后 赛索斯将无法移动 但能发射穿透敌人的强力冠影剑 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 它有一个天赋黑渊的蜜语 可以使在赛索斯瞄准期间 通过消耗元素能量的方式 减少瞄准射击的蓄力时间 并在发射后消耗一定的元素能量 我刚才看它的演示画面好像蓄力时间特别长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积攒它的元素能量 以便更快发射观影剑 这好像是元神第一个消耗元素能量的 瞄准射击玩法吧 没错 所以它的元素战技呢 也是为恢复此生元素能量设计的 就释放元素战技的时候 赛索斯会利用古老的仪式 在被命中的敌人触发超载 感电 超导 雷元素扩散 原激化 超激化 或超绽放反应时 为自己恢复元素能量 并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 然而除此之外 它还有另一个输出模式 释放元素爆发 会让赛索斯施展从赤王时代传承下来的秘遗 进入特殊的技巧明影状态 将普通攻击射出的箭矢 转化为能够贯穿敌人的明显矢 并基于赛索斯的元素精通提升造成的伤害 看上去感觉就是迷你版的观影剑 但是射击频率更高了 对 赤王时代的书籍里的记载果然很强大 那我帮各位旅行者问问 还有没有什么更神气的秘迹或者仪式之类的 你还别说 尖墨制垫的藏书室 肯定是大有乾坤的嘛 而解锁另一项天赋后 赛索斯还会在一定时间内 基于自己的元素精通 进一步提升观影剑造成的伤害 感觉是很有特色的一名角色 我也想陪他一起喊 阿赫马尔的衣容啦 你喊你喊 不过和克洛林德一样 赛索斯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战士呢 同时还很健谈 特别好特别好 好 那有了这样几位可靠的伙伴 接下来前往秘境探索 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确实确实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 好像刚才苏叶老师也没有和我们讲 是哦 那 那 哦 怎么感觉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了 都有点 不一样 这里会不会就是大家所说的 李世界 哈喽啊 亲爱的旅行者们 大家好 我回来了 哈哈 现在呢就是我来揭晓秘境谜底的时刻啦 好好好 果然是苏叶老师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所以果然设定就是那种在关键时候才会出场的角色吧 不管是剧情里还是在现在 确实确实啊 戴因斯雷布在剧情里面的确是有点来无影去无踪的 但是这一次呢 我可是带着秘密的答案来咯 在4.7版本《魔神任务》第4章第6幕 睡前故事将会开启 旅行者们呢将会再次遇到戴因 并且终于从他的口中了解到 关于卡瑞亚过去的重要情报了 居然是叫睡前故事 睡前故事 那别的我们先不能多说啊 这一次的剧情中呢 我和阿包可不只是出戏桶咯 说人话啦 开心 而且这次 空和营终于能见面了 对 而且根据刚才PV中提到的信息 说命运的之机似乎已经完成了 应该也会再了解到一些关于 那个可怜的卡丽贝尔的情况吧 但是还是要留一些谜底对吧 等各位旅行者自行到游戏当中去探索的 说的是 这就不要举头太多了 说的是 好不容易有一次 我觉得 就算我想说我就不说了 那观众肯定也想知道啊 再讲点再讲点 那孙燕老师多讲点吧 求求你了 好吧 真的你们没办法 你们两个不过呢 为了回应大家的期待啊 项目组确实是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送给大家 但是 但是 还是要说但是啊 请各位稍安勿躁 介绍完接下来的内容呢 我才会把这份惊喜送到大家的手里 好好好 有动力了 那么在知晓了秘性中隐藏的秘密后 我们也要为接下来挑战这束秘境做最后的准备 准备 在4.7版本的上半部分 克洛琳德和埃尔海森将会获得概率UP 四星角色赛索斯也将出现在活动奇愿中 而在下半部分 西格文和弗尼娜将会获得概率UP 与此同时 五星单手剑射罪和五星弓 白羽心弦也会加入到武器活动奇愿中 哇 辛苦两位了 好 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请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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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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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听啊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那我 欢迎回来 好听的 我忘记说辞了 是 接下来终于到了介绍和探索我们身后这座秘境的时候了 嗯 来吧来吧不管里面有什么样的挑战我都准备好了准备准备好了 嘿嘿嘿嘿嘿嘿嘿 这次挑战的地点感觉就很有意思啊嗯 在蒙德图书馆中旅行者和派蒙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 哦 并受邀参加了一场神奇的演出 没错 这是一种全新活动玩法 那幻想真净巨师将在4.7版本期间开放 冒险等级达到35级的旅行者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哇 这还是图书馆吗 这跟我预想中不太一样啊 我也是 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什么魔法构成的城堡 嗯 嗯所以才叫惊喜嘛对不对 嗯 在这里简单探索一番之后呢 我们就会从这位自称小狼的礼宾员口中了解到 这里呢是由魔女创造的房间 哇 一直都在等待着受到邀请的客人登上舞台 成为魔女故事当中的主角 完成华丽的演出 而且我听说这个小狼是那个野猪公主里面的小狼 真的啊 对 旅行者们来到这个房间后 与这本奇怪的书进行交互 就可以开启当期的幻想真净巨师的挑战了 哇 这应该怎么打呀 包包你不要着急嘛 好 由我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幻想真净巨师 包含一系列条件各异的战斗挑战 而每期挑战呢 只能够选择部分特定元素的角色上场 旅行者们啊 需要根据每期活动的要求 选择符合条件的角色参与挑战 原来如此 那如果我当前准备的角色阵容不足以出战的话 要怎么办啊 这点也不用担心的啊 首先呢 每期挑战啊 会指定六位角色作为玩法中的初始阵容 对于还没有拥有其中一些角色的旅行者呢 也会提供对应的适用角色的 哇 怎么样贴心吧 嗯 同时呢 挑战中还会允许旅行者邀请不受活动要求限制的特邀角色参与作战 不仅如此啊 旅行者们还可以设置数位角色为好友驻战 或者呢 选择好友的驻战角色加入自己的队伍 稳了 此外啊 前面提到的六名符合当期元素限制的角色 会在挑战期间 得到名为幻境祝福的增益效果 这些效果啊 在幻想真净巨师挑战之外也会生效的 啊 就是说在挑战期间 角色在活动以外的地方也都会获得增益 啊 哇塞 这就是魔女的力量啊 没错 牛 哎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啊 嗯 为什么在刚才的画面当中我们要选择那么多的角色参战呢 是 哎 这是因为 在幻想真净巨师的游玩过程中 初战的角色啊 他会消耗耐力值 那耐力值耗尽的角色就无法继续参加战斗了嘛 哦 所以就需要在中途更换新的角色来补充阵容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在挑战开始选取角色的时候 不仅要考虑各个角色的功能和搭配 嗯 还要考虑部分角色耐力值耗尽之后 如何轮替和增补的 对了 哎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啊 并非所有在挑战开始时选择的参战角色都会立刻出现在你的挑战队伍里面 旅行者们呢需要在故事中逐一来集结他们 哦 和刚才对上了 对的 在幻想真净巨师的挑战里在战斗结束之后或者说遇到一些特殊的事件时就可以将这些角色正式编入队伍了 哦 好 队伍结结完毕 挑战开始 刚才我有提到特殊事件这个概念还记得吧 嗯 在故事当中旅行者消耗持有的幻具之花可以选择触发这些事件 哦 有的呢会为旅行者带来可参战角色 有的也会包含一定的风险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是需要谨慎的哦 懂了懂了 通过挑战并结算后呢 每期都可以领取相应的巡演奖励 嗯 然后首次完成挑战时 还将可以领取手通的出演馈赠 没错 嗯 在每一关的挑战中 对自己实力有自信的旅行者 还可以选择挑战自我 哇 尝试达成明星挑战条件 哇 那根据所选择的挑战难度的不同 最终还可以获得 能展示在个人见面的不同华丽程度的勋章 哇 不仅如此哦 活动奖励当中啊 还包含一种叫做玩具勋章的道具 嗯 在礼兵园处消耗该道具 就能够兑在相应角色的特殊拍摄 黑照动作啊 特殊动作终于来了 对 好好好 这样就可以让角色拍出更多好看的照片了 没错 那我也期待一下 接下来能看到更多好看的特殊动作 没错 随着幻想真镜巨师的更新 还会有更多特殊动作 供旅行者们获取 嗯 要说明的是 幻想真镜巨师存在多种演出难度 在不同的难度之下呢 挑战的数量当然也会不一样 嗯 但是更高的难度 也就意味着更好的奖励哦 冲 哎 用这位可爱的小礼兵员的话来说呢 就是 当宝箱中金灿灿的光芒都快要受不住的时候 就快去打开它吧 当然啦 随着新玩法的加入 旅行者们想必也需要时间来更加了解自己的角色 并制定完善的养成计划 另一方面 也需要更多的 什么 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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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4.7版本更新后 幻想真镜巨师玩法将和鸳月螺旋的更新交替进行 哦 两种玩法每次更新后 各自的开放时间均为一个月 此外 每期鸳月螺旋的总奖励 将从600元时提升至800元时 好好好好 太棒了 好 那更多详细信息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官方公告 关注哦 哦 场景还在变化 看来还有其他的挑战需要我们解决 一起来看看 看看 安顾诸方之树也 但是画面上是一记守卫和秋秋人之类的魔物 所以还是和怪物战斗的玩法吗 其实说是和怪物战斗呢也没错 不过并不是旅行者和怪物直接战斗 嗯 而是通过驱使怪物战胜怪物 完成一场联合推演 听起来好有趣哦 为改善提瓦特各地的治安 由黎月千炎君前头主办的战略推演活动 正在有序的展开 像蒙德调查小队 到期设奉行 须弥三十人团 以及丰单特巡队 纷纷派遣代表前来探讨 一同来寻找改善推演战法的方法 哇看起来好有趣哦 这么官方的口吻 那这次活动肯定也是比较专业的推演吧 那是当然了 这次活动呢设置了进攻想定和防御想定两种玩法 那旅行者作为推演的特约代表 需要仔细分析敌方阵容 选择合适的怪物组成队伍来进行应对 在进攻想定中 我们只需要将选中的交战单位放置在我方阵地中 交战单位就会自行向对方阵地发起进攻 就这样 我已经完全会了 那我来指挥一下看看 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的秋秋人弓箭手怎么这么快就被消灭了 没想到吧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推演战斗当中 交战单位之间存在着一些规则 像秋秋人弓箭手这种远程单位 如果对上秋秋暴徒这种进战单位就非常容易落败了 现在知道原因了 明白了 早点说嘛 下次 害我丢这么弹的脸 所以这点很重要 我们要根据对方阵容和推演中的规则 选择恰当的交战单位来迎战 你就可以轻松战胜对手了 而在防御想定中 则需要合理部署交战单位 迎击从多个方向进攻的敌人 击败敌方单位还将掉落支援信标 可以用来部署我方交战单位和阵线建筑 没错 此外呢作为推演的领队 旅行者们也可以使用领队战器 为自己的队伍创造有力条件 最后完成安顾诸方之数研活动 旅行者们还将获得原石 四星武器弓祝云 和至时之年在内的多种奖励 哇 一口气讲了好多 那感觉秘境中的挑战应该也探索的差不多了 辛苦包包和孙燕老师也辛苦了 辛苦你了辛苦了辛苦了 那接下来的部分 看起来好像是需要借助刚才召集到的同伴的力量 才能继续探索了 好再一次欢迎两位 耶 好 讲到这里啊我们的探索其实还没结束 接下来呢继续看看还有什么有趣的内容吧 好好好一起来看看 首先是战斗相关的玩法 分辨凡向好舞坛 分辨凡向好舞坛 这么凹口 是有点好 听着像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战斗玩法 对的 虽然刚才旅行者们已经参与了一场联合推演 增长了不少的作战经验 但是战场的环境总是变化莫测的 只有灵活运用了各种战斗技巧 抓住战场中的机会 才能应对复杂的战场环境 在分辨凡向好舞坛中 旅行者们需要使用活动关卡中规定的方式 击败敌人 获取奖励 比如在某些挑战中 只有击败处于感电状态下的敌人 才会增加这场挑战的目标进度 听起来是需要动动脑筋才能完成的挑战类型 此外呢 在风丹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传出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 原来是这个 鳄鱼形状的大炮发出来的声音吗 看起来威力很大的样子 不过这门大炮的威力 倒是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在一位风丹工程师的改造下 他变成了现在 发射娱乐用水元素弹药的玩具 只要合理分配 为发射大炮所需的能量 切换合适的发射模式 在一定时间内 击中尽可能多的标靶球 就可以获取得分 并赢取奖励了 当然 也存在一些 为挑战增加气味的特殊标靶球 击中它们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更多玩法 就等着旅行者们到游戏中自行探索啦 好好 那还有还有 旅行者们返回蒙德城的时候 也会遇到一位熟悉的轻小说作家 他恰好创作出了一部剧本 而各位旅行者呢 将会跟随他的剧本 开启一次奇妙的阅读与遐想之旅 旅行者们将会跟随剧本 进入到一个个神奇的地点 在限定时间内 躲避来自四面八方的机关弹幕 并努力收集迷宫壁 来获取剧本中的奖励 其中还存在讨厌的坏坏法师 击败它们也可以获取迷宫壁 好密集的弹幕啊 感觉需要那么一点点操作才能完成吧 一点点 不用担心 我们也是有备而来的 合理使用游戏中提供的冒险特技 可以获得多种增益 降低弹幕的威胁 奖励轻松到手 好耶 与此同时 七圣召唤也将在四点七版本进行更新 除了七圣召唤的常规活动之外 有更多新的角色牌 怪物牌 以及行动牌 将加入七圣召唤 大世界中也将新增 可以进行挑战的NPC关卡 好 以及地脉仪泳活动 也将再次上线 各位旅行者们也不要错过啊 好好好 亲爱的旅行者们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好 那这次的秘境挑战也被我们成功拿下 接下来就是领取奖励的环节了 期待惊喜 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场景 不就是游戏里完成秘境挑战 然后领取奖励的地方吧 是的 节目虽然快要接近尾声啊 但是不要换台不要走开 后面的内容也同样精彩哦 电视节目是吧 那接下来先介绍一下 一些游戏内的优化吧 首先 使用历练点领取每日委托奖励的功能 开放等级将下调至24级 可以方便旅行者们更快的提升实力 哇 这种多来点多来点 嗯 这种改动真的是非常贴心了 绝对支持 嗯 不过我也知道啊 项目组最近大大小小的优化呢 也不少 感觉一直在关注大家的反馈 所以这一次还有没有比较重磅的消息呢 有 那我再带来一个重大消息 期待期待 那就是旅行者们的体力上限 将从过去的160 提升至200 哇 哇 那是不是一次可以合成五个数值了 对对对对 哇 当然啦 各位可以看到 视频中还有许多给大家带来的优化 嗯 也欢迎各位在版本更新后 进入游戏一一体验啦 嗯 后续版本呢 也会陆续迎来一系列的优化 此外呢 还有一些联动的情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联动 妙法强身 踏风而起 安踏与原神联动活动即将上线啦 哦 这前面后面都听起来好酷啊 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嗯 玩花吧 很灵活 可以让身体不僵硬 先是 然后 然后是什么来着 嗯 好难 啊 啊 有风 哇 哇 又不行啦 嗯 稍微帮她一下好了 啊 成功啦 哇 哇 好看好看啊 太好看了 这次联动鞋款的设计看上去啊 它们融入了很多的小巧思呢 对 萧的联动鞋款看上去好帅气啊 对啊 琪琪的联动款看上去 配色很清新 就是冰冰凉凉的 是琪琪很喜欢的感觉 好看 没错 除了联动鞋和丰富的定制周边礼赠之外呢 安踏官方啊 也为各位旅行者准备了有趣的门店活动 旅行者们啊 可以关注安踏官方设媒账号 接受更多的联动资讯 那么一起出门锻炼吧 旅行者啊 还等什么呢 哦 原来结尾大家都来了 说起来这几次节目的羡慕环节好像都很热闹 是 那在节目的最后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和各位旅行者说的话呢 当然有啊 首先还是感谢大家对可爱至于的矽个文的喜欢 在即将到来的4.7版本 矽个文终于可以和大家一起冒险了 在后面的旅途中 西哥文肯定也会继续无微不至地关心各位旅行者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带着这位可爱的小美楼心走南闯北 去到更多的地方 好 那我也来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吧 其实在我的理解中 克洛琳德非常能够代表一种正义的精神 无论是他作为决斗代理人 还是作为主影猎人的继承者 都有着对维护正义的坚持 是一个相当正派的人 我甚至私底下听说 有人把他和莱欧斯利以及西哥文 叫做可靠的丰丹公务员组 听起来就很可靠 是 你们怎么都这么会说呀 那作为大家的老书人 我讲一点简单的 我讲一点短的 等版本更新以后呢 快去过这次的魔神任务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喜欢银河空这对兄妹 好嘞 我正打算说一些简单的 短的就被包包抢先说掉了 真会抢我词啊 好了 首先呢 还是很高兴各位能够喜欢我配音的角色 不知不觉间这个角色 其实已经陪伴大家很长一段时间了 也希望后面他的旅途一帆风顺 哦 对了 顺带一提啊 如果大家想戴因斯雷布了的话呢 也可以在十支杂谈当中找到他 那我可一期都没落下 感觉大家确实已经帮我想说的都说了 那我说一个更短一点的吧 总之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版本的新内容 新角色 那么我们 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